新北市中和一对即将要结婚的情侣 到朋友家送喜帖聚餐晚回家 女友身体不舒服 男友在一旁照顾 这时候有一名喝醉酒的男子 从计程车上下来 就突然动手攻击他们 男友还被打到鼻子骨折 警方获报到现场处理 打人的男子还说是误认仇家 一对男女喝了太多酒在路边休息 男方细心的在路边照顾不舒服的女生 这时候突然有一名喝醉酒的黑衣男子 从计程车上走下来 不知道对着两人说了什么 突然动手朝着男生挥拳 两人在路边扭打成一团 这样还不够 这时黑衣男还跑到路边 赏了女子一巴掌 两人超错愕 明明坐在路边休息 竟然莫名遭到攻击 好在一旁外送人刚好路过 及时报警求救 酒气会很重的 还好吗 还好吗 孩子要打我 我也不知道他干嘛 你臭臭 好 你冷静 警方到场了解 动手打人的男子浑身酒气 还装糊涂说自己受伤了 不断狡辩 当场被带回派出所 街头暴力事件就发生 在这个月三号凌晨 两点新北市中和区 秋夕男子和李姓女子 即将结婚 两人去朋友家 发喜帖聚餐喝酒 喝多了就坐在家门口前休息 没想到喝醉的男子 一看到两人先是大声咆哮 问他们还要吐多久 接着就对两人挥拳攻击 男子甚至被打断鼻子 要开招 他本来是下个礼拜天 就要结婚了 打人的男子被警方 盖回派出所 公称误以为这对情侣 是他的仇人才会动手 这种说法 警方当然不采信 将男子移送罚犯 记得三文神林明昭新北市采访报道